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 这个话题已经不可能再继续讨论下去了 新华社的这篇所谓还原事件的文章 主要涉及到了三个问题 关键监控有缺失 坠楼是如何发生的 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 对于这三个问题 新华社引用了当地警方的相关调查和结论 重点放在了孩子为何走到这一步 文章提到 警方通过调取小林生前使用过的手机数据发现 去年六月 小林和好友在QQ聊天中写道 天天想着四十九钟楼 一月解千筹 今年五月 他用QQ号转发给朋友的聊天记录中 有自我贬低的言论 不要先出自我否定多虑的情况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就是想告诉外界 小林同学确实是自杀身亡的 在中国 作为中共最权威的通讯机构 新华社的结论 当然是无人敢于质疑的 然而 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 并没有结束 因为最关键的当事人没有表态 他们是否认可新华社的这个结论 在任何情况下 人们都不能只相信一面之词 新华社无论是多么的强大 他也只是一面之词 人们需要知道 小林同学的父母 是究竟如何看待这个调查结论的 小林同学的妈妈 曾经就地方当局的调查 表示过质疑 然而 从5月11日早上 他发布消息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踪影 显然 小林同学的父母 已经失去了自由 不允许小林同学的父母亲自发声 这足以说明 新华社的这篇所谓的还原文章 依然还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依然经不起当事人的检验 可恨的是 在小林同学的父母 失去了自由之后 竟然有人斥责他们在微博上 发表了很多不实的言论 竟然侮辱他们制造谣言 说是为了能够多讹诈一点钱 无所不用其极 真是丧尽天良 无耻之极 事实上 事到如今 小林同学的妈妈 发出的所有的质疑和言论 基本上都建立在事实之上 当局的各种说辞 包括新华社的最后的定论 也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些疑问 小林同学的妈妈 在5月10日的早晨 通过微博发文告诉外界 她在9日晚上 5时40分 开车送儿到学校 高高兴兴的送去 短短一个小时就出事了 而且 学校在坠王事件发生 两个小时之后 才通知家长 此后 小林同学的妈妈提到 学校的监控视频不给看 甚至学校都不让进 5月10日下午 小林同学的妈妈在微博上说 终于看到了学校的监控视频 唯独事发那段没有监控 这种事情我看了很多遍 却没有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以说 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 小林同学的妈妈给外界提到的信息 并没有任何的不识和夸大之词 学校确实是在事发后两个小时 才通知了学生家长 学校确实是在第一时间 没有给学生家长看监控视频 更没有给出具体的理由 为什么不能看监控视频 更没有允许学生家长 在第一时刻 见到孩子的遗体 而是让小林同学的父母 在学校的门外 孤独的停留了一夜 但就这一点 学校也过于的冷血 过于的无情 而后来 学校给出的监控视频 也确实缺少了最关键的十分钟 该指责的 不是这位不幸的妈妈 而是学校和有关当局 更无耻的是 有人宣称 成都四十九中事件 就是颜色革命 叫嚣 成都四十九中事件 绝非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 偶然心血来潮 宣泄愤怒情绪 而是一场有组织 有预谋 有境外势力指挥参与的 一次颜色革命的预演 四川警方也高调的表态 绝不会坐视 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受损 绝不会允许 敌对势力 破坏国家的安全稳定 和人民的和平生活 绝不会允许颜色革命 在这片土地上发生 任何人 想要进行这样的尝试 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这无疑是政治恐吓 威胁人们 不可以再继续的深挖下去 谁再深挖下去 就是要搞颜色革命 可这样恰恰暴露出 这个事件还有被隐藏的内幕 学校方面告诉外界 小林同学是在18点49分坠亡的 直到19点54分 才确认了死亡学生的身份 20点44分 学校通知了小林家长 到学校旁边的派出所 沟通协商 学校宣称 学校有一千多的住校生 有三千多的学生 意思是说 确定死者身份 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明显的是在制造烟幕 学生有着严密的组织 学生是被严格的限制在 教学班内学习和生活的 这一千多个住校生 分成了几十个教学班 每个班不过几十个学生 只需要几分钟 便可以确认是否有人缺席 更何况 小林同学身材细长 一米九的大个子 在学校里边 本来就很容易辨认 学校说 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进行辨认 这完全令人无法相信 不仅辨认 花了一个小时时间 而且在确认了 死者的身份之后 居然又花了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通知同学的家长 这就更加的 令人无法相信了 可以猜测 在这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学校一定做过 他们内部的协商统一口径 并且向有关部门 做了汇报 然后采取通知的学生家长 更可疑的是 学校宣称 为了不影响学校的 正常的教学秩序 通知学生家长 到学校附近的派出所 进行沟通协商 成都49中 是一所拥有多座教学楼 实验楼 综合楼 多工能厅 体育馆的大型中学 这样大的一所学校 难道就拿不出一间会议室 或者一间办公室 来接待学生家长吗 担心影响学校的 正常教学秩序 这样的理由 也太过荒唐了吧 学校发生了 学生坠亡的重大事件 学校的学生和老师 难道会不知道吗 显然 学校不敢让学生家长到学校 想必是有其他的原因 学校一开始 就把学生的父母 带到派出所 进行所谓的沟通协商 这很不正常 这明显的带有 威胁震慑学生家长的意味 这背后的意涵是 学生坠亡事件 绝不简单 值得注意的是 派出所可并不是饭店宾馆 也不是学校的辅属机构 不是谁 想在派出所安排会见都可以的 如果说派出所 想搞一个什么活动 在附近的学校里举行 这个情况 中国人都能理解 而一所普通的中学 想把活动安排在派出所 这超出了人们的常识 大家都知道 学校归教育局管辖 派出所归公安局管辖 显然 当学校通知学生家长 在派出所会面的时候 教育局和公安局的 共同的上级 也就是所在地的区委区政府 甚至是成都市委市政府 已经得到了相关的信息 并且做出了决定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学校才可以把学生家长的沟通协商 安排在派出所 这也说明了 从发现学生坠亡 到通知学生家长 为什么竟然拖延了两个小时 在当局公布的信息当中 还有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地方 那就是在小林同学坠亡的前十分钟 没有监控视频 当局的解释是 小林同学的坠楼起点 位于该校实验楼四楼 与体管之间的连接平台 属无人活动区域 是监控死角 可问题就在于 从当局提供的视频来看 小林同学一开始 从一号教学楼的四楼 一路经过二号教学楼 三号教学楼 综合楼 实验楼 体育馆 来到了位于地下室的 学校的水泵房 就是要准备自杀的 当局宣称 小林同学的水泵房 停留了十多分钟 不断的用美工刀 在胳膊和手腕上划割 虽然从视频上完全没有看到 小林同学的胳膊和手腕 出血的情况 在他离开后的路上 也没有见到滴血的痕迹 然后小林同学又回到了 距离水泵房不远的 实验楼的五楼 如果小林同学选择跳楼自杀 他应该选择一个最高的地方 选择一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地方 然而他却从实验楼的五楼越过护栏 架到了实验室的四楼 与体育馆之间的连接平台上 一个人们平时都不去的无人活动区域 这太不可思议了 十分钟后 他失去了生命 人们有理由怀疑 这十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次视频摄像头没有坏 而是死者自己进入了监控盲区 有报道说 四十九中所在的区域 早在数年前就宣称 该区的中小学视频监控系统 百分之百覆盖 然而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居然有了监控死角 在这种情况下 在最关键的视频缺失的情况下 当局给出的监控视频 无论真假都已经没有了意义 在当事人小林同学的家长 不能自由发声的情况下 当局给出的任何结论 也都没有意义 在新华社13日凌晨 1点钟发布了所谓的 还原成都四十九中同学 坠亡事件长篇报道之后 当天的下午 人民日报发文 追问真相 不能让情绪代替理性 这篇文章说 一个年轻的生命 突然离去令人悲痛 追问事实真相 了解来龙去脉 这是家长的权利 公众的关切 只是 一场本该以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诊成的案件调查 却被大量的网络谣言 和各种 未经证实的匿名信息 裹挟了网络舆论 让情绪化的表达 代替了理性客观的讨论 这让人不得不反思 为何事件会发展到这一步 其实 普通的百姓都清楚 我们只能知道 当局想让我们知道的信息 对于百姓来说 了解真相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是脱离中国现实的奢望 事实上 在中国发生的 无数次的离奇 而令人震惊的案件 几乎都是不了了之 无论民众和当事人 是如何的努力 都不会有其他的结果 当局根本就不在意 百姓会如何反应 而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人民日报说 被大量的网络谣言 和各种未经证实的匿名信息 裹挟了网络舆论 这显然是夸大了 网络谣言和匿名信息的能量 事实上 这次成都学生坠亡事件 之所以能够掀起 这样的舆论狂潮 恰恰是官方的舆论 推波助澜造成的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成都学生坠亡事件 发生在5月9日的晚上 外界得到消息 已经是5月10日了 然而 就在5月11日的这天 从早到晚 中共官方的三大媒体 央视 人民日报 新华社 以及半月谈 都对成都学生坠亡事件 发表了评论 公开的质疑 成都有关部门 对外发布的通告 当局如此的大动干戈 这很不寻常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真实的感受 下边罗列这些党媒的部分新闻要点 这天的央视新闻说 母亲节当天 儿子在学校坠亡 这样的人伦悲剧 让谁都接受不了 尽管设施学校和当地的有关部门 接连的发布通报 但并未驱散全部疑云 更没有说服坠亡学生父母 基于通报内容 很多问号无法拉直 比如 坠亡学生的家人 此前称 想看监控 不给看 是否属实啊 所谓的监控缺失 又是否确切呢 再比如 为何事发两小时之后 坠亡学生的家长 才获得儿子坠亡的消息呢 此外 这名高二学生 究竟是不是因个人问题轻生 应由公安机关认定 并发布消息 而不是由教育部门发布 这也让人心存疑惑 央视新闻还说 有关部门 最应做的不是刻意降温 不是急吼吼的灭火 而是要提供更多 有价值的信息 有一分证据 说一分话 在逻辑上 要形成闭环 在事实供应上 力求无懈可击 才能最大程度的 消弭质疑 央视新闻 实际上也认为 成都有关部门 提供的证据不足 逻辑上 没有形成闭环 人民日报表示 学生坠王通报 请少一些硬邦邦 人民日报的评论写道 高中生林某某坠 坠王事件仍在发酵 拿什么来平息质疑呢 完整而有说服力的真相 用事实说话 才有可能击碎谣言 用无懈可击的逻辑 化解一斗 才能禁得起推敲 评论还说 越是关乎生命安全 要正视每一个疑点 越是事关青少年成长 越不能放过每一个细节 抛出结论并不难 难的是让该结论 让人信服 人民日报等于是在公开的质疑 成都有关部门给出的结论 新华每日电讯 在5月11日的早上7点发文 学生坠王引质疑 期待更多回应 这篇评论提到 5月9日十八时许 成都49中一名学生坠楼身亡 引发舆论关注 截止10日深夜 面对凶凶语情 校方只发布了一份 避重就轻的情况通报 并未向家长和公众 提供有关事故的原因的说法 新华网在5月11日下午刊文 疑点重重 学生坠王还需要更多详实的回应 这篇文章说 对待负面情绪 更要及时回应 沉默恰恰是不可取的方式 信息公开不够 或者不及时 就有可能酿成各种各样的猜测 涉事学校 更应当有针对性的公布 客观信息和真实情况 不要简单的斥之为谣言 此外 著名的半月谈杂志 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 语情汹汹 校方岂能一味的回避质疑 这篇文章说 面对突发事件 学校不仅应该积极的配合公安调查 还应该及时的回应社会的质疑 不能任由猜疑四起 语情发酵 让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在传言中动摇 回避质疑 就是逃避社会责任 校方绝不能以依据配合调查 就沉默了事 而应尽快的针对传言 给出回应 给私人家属和社会 公众一个交代 再者 针对成都警方发布的二次通报 人民网语情数据中心 则列出了五大燃点 指责这份通报 缺乏细节 空洞冷漠 可能会点燃新的舆论风暴 显然 这些重量级的党媒 只是把矛头指向了成都的四十九中学 说他们避中就轻 但是实际上 这个压力最终会落在成都地方当局的头上 这个事情绝对非同小可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的 引用中共官媒的这些评论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中共党媒的表现太不正常了 他们的这些质疑和指责 根本就没有必要公开发表 中共的党媒这样做 是没有先例的 此外 国内很多的门户网站 还转载了中国慈善家杂志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 成都罪亡案 遮掩躲避 无法止息对真相的追问 这篇文章直接了当的说 调查结论的认定太过草率 避中就轻 调查细节和过程缺失 语言生硬冷漠 这样的通报难以服众 还有人注意到 成都追望事件 在微博上一度被清得干干净净 但很快又全面解禁了 从三大党媒的态度可以看出 在十一日这一天 有关当局一直在强化舆论 对这个事件的关注 在故意的增加热度 然而 他们并不是真的在意 成都追望事件 真的在替百姓寻求真相 而是别有用心 值得注意的是 5月11日这一天 正是国家统计局 要正式发布 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日子 而这个数据的发布 已经推迟了一个月了 国内外都对这个数据极为的关注 当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这个数据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形势 产生重要的影响 乃至产生相当严重的冲击 最高当局绝对不希望 民众意识到 中国人口形势的严峻后果 中国的人口形势 已经进入最关键的时刻 这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结果 其重要性和它的特殊意义 对于党国来说 是极为关键的 而成都追亡事件 这个个案 对中共政权的影响 则相对有限 很有可能 这些重量级的党媒 大肆的报道和评论 成都追亡事件 就是为了转移 广大民众的注意力 事实上 当局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天以来 人们对成都追亡事件的 关注程度 要远远的超过 对中国人口危机的关注 只是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 面对可能出现的群体事件 在一线的成都党局 想必会非常的难受 甚至有一点扛不住了 最终 新华社匆忙的抛制出笼了那篇 欢迎成都49中 学生坠亡事件的文章 然后便彻底的阻止了人们 对这个事件的讨论和分析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多维 在前天发表了一篇评论 成都49中 学生坠亡真相大白 雨情汹涌背后 有幕后黑手吗 其中提到 成都49中的高二学生林某某 在该校坠亡身亡 其母亲不认可官方的调查结果 通过社交媒体发声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让事件成为了公共事件 一些寻求真相的民众的参与 甚至让事件险些演变成群体事件 极有可能 当局一开始低估了民众压抑的愤怒情绪 低估了民众对正义的渴望 结果国内民众的反应 让当局后怕不已 小林同学的父母失去自由 显然与此有关 在中共的统治下 百姓的性命不过如蝼夷一般 当局关注的 只是他们政权的稳固 一旦发生任何的死亡事件 他们首先就是要考虑封锁消息 控制言论 因为他们知道 只要追究下去 任何的灾难都和中共的独裁统治密不可分 和当下这个罪恶的制度密不可分 和他们统治集团密不可分 所以他们下意识的 就会阻止人们探究事实 了解真相 只要不结束中共的统治 灾难随时都有可能 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好 关于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